今天我会和你去DisneySea里面的Fantasy Spring 里面有一间店铺卖的东西是比较特别的 在外面可能未必买得到 今天就会看看这间店铺里面有什么卖 首先讲一下要进去这间店铺 一定要抢到Fantasy Spring里面的游戏 Standby Pass或者花钱 买这个Disney Premium Assets 进去玩完游戏之后就可以去这间店铺逛逛 记住这间店铺卖的东西是外面未必买得到的 所以如果喜欢就快手买 我最喜欢买东西吃的 好像这样的Cookie餅 它会展示里面有什么的饼干 看好才买 我自己就贪购罐 所以我最喜欢看它的包装 我会喜欢金属罐 因为吃完饼干之后 罐很漂亮 那就可以用来装其他东西 我自己就不太喜欢这些纸盒包装的饼干 因为我觉得它吃完之后 那个纸盒这么漂亮 扔掉它又浪费 但是真的好像没什么用 我觉得饼干这些用来做手信也很适合 好 好 好 用的很實用 其實多買幾個都無所謂 始終現在都是出去買東西 都要自己帶環保袋 所以送給人都是很適合的 而這個是要住在Fantasy Spring酒店的客人才可以買的 是限定的 你看多漂亮 是粉紅色的 我之前就住在這個Disney Hotel 它都有一個限定袋 不過它不是粉紅色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漂亮 不過這間酒店真的很難預訂 如果有心住的話 真的要提前提前去訂 這個拖鞋和這一包睡衣的一個package 都是限定住客才可以買的 還有一些漂亮的杯 雖然之前有個調查說 杯和鎖匙夠是其中兩樣很行的手信物件 但是我覺得迪士尼的杯是例外的 因為如果個人是喜歡這個角色的話 他應該會很喜歡這個杯 我自己很喜歡Tinkerbell 所以我也買了這個杯 很多姐 Sharpe之後 我們在旁邊還要買的 因為它是墊和一個綠色的 好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充分的 我們都來買的 我們在這裡 rewards 我們都來買這個 這個孤架很喜歡 我們都來買這個 是 我們都來買這個 也是 我們可以買這個 我們都去買這個 我們都去買這個 我們不買這個 我們都去買這個 这些产品是否很漂亮呢,很想来,那就要去看看我之前拍的影片,了解一下来东京迪士尼怎样抢快证 另外我也会分享一下我来到这里吃了什么餐厅好不好,你也可以看一条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观看